拜登呢他有一些选举的压力 他还有明年的其中选举的压力 所以呢他的民调呢他要顾好 你通膨就是一个你必须要解决的 所以中国大陆底细就在这边 而且你三美 美援美债跟美军通通都遭受到美国 你都遭受到大陆的挑战 那其实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当中呢 这一个照片呢让大家印象深刻 拜登你眼中就是中国大陆 你看戴着个墨镜 里面都是中国大陆的国企 但是里面讲了就说经济学人市井啊 拜登你的中国教条是彻底的失败 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说 美国盟友会更谨慎啊 因为呢如果说 我跟中国大陆切断供应链的话 是对于你美国自己增加工作机会的话 那他当然要奠定他自己 到底要不要跟中国大陆切割 比如这张图就很明显啊 这些经济的所谓第一大贸易伙伴 都是中国大陆 124个国家 对120几个国家 两个讲了非常多次 所以呢经济学人原本都是怎样 拜登拉拉队的 这次也市井啊 说这些盟友也会更谨慎啊 其实刚刚介大使跟永明 都凸显出同一个重点啊 就是这个牵涉到双方对自己的认知嘛 比如说中国为什么会觉得 他自己有底气啊 这有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就是贸易 最大伙伴有120几个国家嘛 那第二个就是 我去年对美国顺差更大了耶 对啊越打越强 那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印度跟越南现在又出现状况 他疫情又起来了 所以你的取代国 包括印度啦孟加拉啦 还有医院啦 那难以取代中国 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他底气增强啊 我跟你讲人一旦信心爆棚啊 就不会轻易接受对方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美国平均关税 对中国2500亿是19.3% 那美国我们随便这样假设好了 就说美国如果假设说 我们降到10%以下好不好 那对中国来讲搞不好不觉得 这是多大的利多呢 他就想说我现在也没有很差啊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会不会加条件啊 而且刚刚介大使也讲到说 你总要唱个双簧吧 不然拜登怎么面对共和党呢 对不对 那唱个双簧简单讲 就是你农产品的采购多一点嘛 是 或者是业营油多少买一点嘛 那甚至美债也多少买一点 不要再抛售了 你去想一想 你认为中国会同意吗 你如果认为你的底气足啊 你认为你会同意吗 他搞不好会说 你对我的科技制裁给我减一些 对你出招出那么多呢 那这个这里就会僵住哦 因为这个可能不在 Sherman的脑袋范围中啊 可能没有授钱到这一块哦 他可能没有想过有这个议题嘛 因为我们随便举例啦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美债 中国是连续三个月减持嘛 那五月减持177亿 那日本虽然在帮美国啦 可是也只有增持9亿哦 那日本现在美债余额是最大的 移造2600亿 那中国是移造780亿 可是你就发现美债要增持 已经非常困难了 所以美国即使他要Q1 已经Q不动了啦 因为他至少有四成是要卖到海外去嘛 那如果中国日本跟沙特阿拉伯都不买账 你怎么办 那除非是欧洲跟日本都愿意跟你玩Q1嘛 不然你怎么办 所以第一个就卡住了 那中国的外汇储备 我们刚刚还没有讲到这一点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兆2000多亿美元 其中有7成是美元资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去看这个总的条件 那然后你刚刚讲第三个条件叫美军嘛 不是吗 那美军中国也不认为你进得了第一岛链啊 所以你现在就变成是美债美元 美元跟美军 美军 三美 坦白讲美国真正对中国的筹码是科技啦 我们坦白说啦 那其他啊 因为你金融真的要抵制啊 这个是双商啦 因为你美国是最大的金融资本主义嘛 所以你也不敢随便玩啦 因为如果你敢玩香港走就完了啦 他事上要抵制香港是最快的嘛 而且发生这么多他不能接受的事情 对不对 包括国安法等等嘛 那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 你还是顾虑你在那边1300家企业啊 你还是顾虑香港作为亚洲的一个金融中心 你有必要留着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坦白说 到这个到了这个节骨眼 就是大家在算筹码的阶段 所以如果介大使跟永明兄刚刚的分析都成真 那中国的要价就会拉高耶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个一拉高 那个僵局的处理就会比较麻烦啊 因为本来我们只是说单纯化嘛 我们就来处理贸易战就好了 可是美国不是只有打贸易战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他科技战打一堆嘛 对不对 然后制裁东制裁西也一堆嘛 对不对 因为你刚刚也讲到制裁媒体啊 不止这些啦 他还针对很多地方都制裁嘛 那你说这个时候中国会提出一些 说这些也要谈一下 那那个局就变很大了啦 那那个局变大的时候 就是当他开始觉得我对我的经济有信心 然后要把条件拉高的时候 那川普就 就是这个很麻烦 就是螳螂补餐黄雀在后 那你明年又要选举 就变成是互相卡啦你知道吧 就是你也没完死我 所以我条件拉高了 那可是我把条件拉高了 你又被川普卡住 就会变成这种联还卡的局啦 所以真的不容易处理啦 我坦白说啦 所以Sherman这一次任务很艰难 反正就是10月 坦白说Sherman处理完 后面应该没有了嘛 没有那个更高阶的要来见面 比如说布林肯不可能到中国嘛 那接下来就只有两个多月 来处理10月的高峰会 他妈呀难度很高耶 难度蛮高的 这个难度真的是很高 但是呢 这是攸关全世界的一个动态 我们都知道说 美国啊之前有学者说 叫小院高墙 就是核心的东西 筑起了一个小院 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 筑起了高墙 但是发现这个呢 高墙怎么越筑越高 然后很多领域通通都来了 我们都知道说体育跟政治 希望是能够划分一点点 不要政治去沾染体育 但是最近呢我们就发现说 美国啊或西方媒体 这对体育这一块 他们力挺的是东京奥运 但是呢却在鼓吹呢 要抵制冬季奥运 那这是不是有点双标呢 挺东京奥运却抵制冬季奥运 但是现在呢 东京奥运开幕了 到现在今天为止 染疫已经132人 还包含了13名的选手 那中国大陆呢 这一次呢其实出席的人数非常之多 777人 那境外参赛规模最大 他挺东京挺日本 那当然也是希望说明年的这个冬季奥运的时候 日本也能够相挺啊 那这一次我们也看到马克宏 他也去出席了 为什么 因为呢下一届的夏季奥运就是他了 那所以呢马克宏 他也不希望中国大陆不挺吧 所以呢这些国家看起来呢 在这个冬季奥运上面呢 也是呢会帮忙的 但是我们就发现说 有些地方跟国家呢 就开始在炒作冬季奥运 欧洲议会就说呼吁欧盟啊 不要出席这个明年的北京冬奥 这官员不要去 英国国会也说 英国政府要抵制北京冬奥啦 那强森有说他是反对 体育赛事这样被进行相干打压的 美国众议院的众议长佩洛西之前就说 各国领导人啊 就不要出席明年的北京冬奥 比较好 因为美国就说啊 这个中国大陆侵犯人权啊 你怎么看介大使 我觉得像佩洛西啊 像这个欧洲议会啊 水准都不高 佩洛西他 事实上他跟自己跟大陆 有一点点这个个人恩怨啊 他很反中 他这个做众议员的时候 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凑不久 他跟一群美国众议院议员 跑到天安门就趁人不注意啊 就拉了一个布条 他自己去乱的啊 他拉了一个布条 他拉了一个布条 不尊重受访国的这个 不尊重 然后就被 就被这个现场的这个 治安人员就把他布条收走了 然后大陆也说 你以后不准再到大陆来了 他申请签证不能同不同意 就是说拒绝往来户很多年 所以他跟大陆有这个过节 他的态度上就极端反中啊 那不过你知道这个时候运用运动 尤其奥林匹克运动 来玩政治啊 现在是不得人心的 因为奥林匹克运动 他的宗旨是什么 他的宗旨是和平啊 你知道奥运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和平 当时在这个希腊半岛上 他们办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就是希望营造 因为他都是小邦嘛 都是承邦国家 承邦国家的和平 然后呢 还很重要一点包容 你去搞政治又搞排他 这个就是基本上 我说说水准不高 就是根本不了解 除了他那个 他那个处的那个政治局里面 这个世界有多大 这个世界有多少人 多少年轻的运动员 希望参与 希望能够在这个公平的竞赛中 能够得到好的成绩 然后呢 国与国之间也介于这种 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 换得一种和平 换得一种和谐 互信 然后一种包容 就是有这些少数的政治人物 老是在破坏 像佩洛西他都不知道他这样做 在我们这些 在整个社会国际议论 是看不起他这种人的 欧洲议会为什么会做这种事呢 欧洲议会也是报私仇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 几个议员 他议员跟他里面议员 被大陆制裁 但是他先制裁大陆 因为他先制裁他去 手伸到新疆去了 你欧洲议会议员 你有哪一个是新疆选出来的吗 我想请问一下 你都是欧洲人 新疆离他十万八千里 他没有权 他都不知道 在这个民主社会 你对你选出来的人负责 你的责任到多大 就是如此而已 你怎么手伸到十万八千里 伸到新疆 那你被制裁以后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 就是其实从国际 现在的道德标准来讲 社会的国际社会共识化 只有凸显欧洲议会 气量狭小 没有真正的理想性 真正的理想 你如果是希望世界更和平 更和平的话 你不要把你的政治 把你的排斥的排他的做法 带到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里面去嘛 不过现在这个事情 冬奥的事情 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 我对拜登政府 并不是这么有信心 到目前为止 他的讲话 都有一点点模拟两可 对 那么就是说他会不会 又借用这个冬奥 第一个他又要妖魔化大陆 另外的话 作为一个跟大陆谈判 要挟大陆一个手段 虽然这种手段很肮脏 可是你不得 现在没有办法保证说 这个拜登政府会不会这样做 那如果拜登政府要这样做的话 那他的一些小跟班 像日本啊 像一些这些像什么 立陶宛啊 有一些国家 可能就会跟着美国的屁股走 那是不是会造成很大的风潮 我觉得也不会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大家真的就是说 对于这种霸道 这种运用国际共同的 大家一个机构 来遂行本国一己之力 然后在里面搞政治去排他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得人心的 不过从这里也就来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我觉得 常常觉得这种 以美国 还有一些少数的这些 有很强帝国主义的这种 传统的国家 老是把干涉别人 老之法这种国际事情 跟他自己的私利混在一起 这种做法 真的到21世纪还不断的发生 我觉得很遗憾 那我觉得也会不得人心 不过这一次日本冬奥 我只能说就是说 日本是多灾多难 命运夺船 多灾多难 当然就是说也希望他成功 不过基本上 日本到时候会怎么做 我觉得基本上 以日本现在作为的话 基本就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了 对不对 他本来就是 美国的军机 美国的军人在日本 每天进进出出了 几十年 日本人已经习以为常了 美国就是他的组织 美国人怎么做 他就跟着美国人走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明年冬奥的事情 还有一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我觉得 还是看 美国跟大陆的关系怎么发展 那美国 你看光新疆的事件 无中可以生有 对不对 然后还把他 把这个事情 闹到 就带到联合国这个殿堂里面 要挟了一下 也不过三十几个国家 跟着他一起 来玩新疆这个游戏 那你在联合国论坛 大陆有九十几个国家 大家都 都不支持美国这个做法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非公道还是自在人心 国际社会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是非 那如果要抵制冬奥的话 我觉得 以美国现在的实力来讲 也未必真的会对冬奥 如果他真的抵制 也未必会造成对冬奥 造成很严重的打击 我觉得甚至欧盟的国家 大部分也不会随着美国的 这个脚步进退了 是今天老 目前没有政府提出要抵制冬奥 他只有说官员不要去